哈喽大家好,今天是绝对测评第五十七七 狂级禁闭者,泼尔夫人的绝对全方级测评 首先,泼尔夫人的面板白纸很高 满级满好感的情况下 攻击力为710 精准系统只略低于射灵6点 并且枷锁还能够再提供攻击力加成 然后我们来看到普攻 泼尔夫人每段普攻能够射出两颗子弹 实际的情况下,每颗倍率为140 乍一看,倍率并不高 但因为特性的缘故 这两颗子弹会优先攻击不同的敌人 因此,非对单的情况下 倍率可以看作280 对单则因为衰减会变为161 又因为泼尔夫人狂恶生化 能够提供20的普攻伤害加成 贝东2也能够提供30%的普攻伤害加成 因此,实际倍率对群420 对单则有241 配合上他1.0的攻速,表现非常不错 接着呢,我们来看到必杀 泼尔夫人获得攻击提升 同时预演变为射出4颗子弹 且每颗子弹的倍率也会改变 持续12秒 经过测试 这个攻击提升是绿值 而不是白值 因此,满极的情况下 也可以看作是28%的攻击加成 数值很大方 另外,4颗子弹依旧是会优先攻击不同的敌人 打入4个敌人就一人一颗 只有3个则是会是ABCA这样的顺序 2个则是ABAB 另外,只会计算开枪时在范围内的敌人 开枪后再出现在范围内的敌人 则当次普攻不会被选为目标 例如这里,波尔夫人第一颗子弹已经出手了 此时后方才刷新出一个小怪 那么只会攻击之前就锁定过的这两个小怪 这对实战轻杂略微有点影响 但在波尔夫人高额的倍率面前 这都不是问题 不过必杀还是有要注意的地方 一个是有一秒钟的前摇 并且会占用这12秒的时间 导致实际上大招只有11秒 不过可以通过移动来取消这个前摇 二是攻速会降低,会从1.0降到0.88的档位 我们简单来做个测试 正常开大的情况下 波尔夫人11秒能够打出9次普攻 说明此时的攻速够不到0.93的档位 推测是0.88的情况下 我们上场一个胡椒 增加了10%的攻速 此时攻速会达到0.93的档位 因此11秒打出了10次普攻 接着我们再给波尔夫人装上一个4%的攻速烙印 此时刚好能够够到1.0的攻速 因此11秒打出了4次普攻 符合预期 配对的时候如果考虑到攻速 需要注意这一点 接着是被动1 每进行4次普攻 下次预演的每颗子弹会额外造成伤害 倍率给的相当高 并且经过测试 该伤害相当于直接增加预演的倍率 也就代表着能够吃到普攻加成 同时也能够暴击 实战中的特效表现也很显眼 每次出发时能够看到明显打了1号的子弹 我们走跃的时候需要注意这一点 技巧这些就留到我新的视频里讲 这里就先不多赘述 最后是波尔夫人的被动2 非常简单明了的效果 实战中表现为地上的圆圈 开局将波尔夫人摆在合适的位置即可 因为是有方禁笔者 因此各种召唤物都是没办法吃到双倍加成的 下次服落泪 最后是砖闹 单格伤害范围波尔 多么严肃 物理恩费尔是吧 不过波尔夫人附带的效果是全体有 方禁笔者攻速加成 数值还给的相当大方 砖三足足有50% 另外大家知道恩费尔有bug 那就是砖闹描述为法术伤害 实际上为真实伤害 不受法抗影响 同时也不吃法术伤害加成 那波尔夫人有这个问题吗 答案是没有的 但也有比较有意思的地方 那就是砖闹会是两段伤害 其中第一段伤害高达一点 失从RO 同时破合也会在这一段伤害 后一段则是会在1.5秒后落下 造成砖闹描述了倍率伤害 这样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好处 大家能看出来吗 没错那就是如果我们用破尔夫人 来破最后的核心 砖闹是能够吃到混沌之庸的加成的 不过砖闹也有一个缺点 就是虽然非常漂亮 聚光灯升起在落下 但一整套居然要花掉整整三秒钟 但好在能够通过移动来取消后摇 但注意不要太快 至少要在聚光灯升起以后再移动 否则呢砖闹会直接被取消 取消后摇不影响出伤和攻速加成 另外砖闹出伤有1.5秒的延迟 因此如果小怪移速够快 或者是本就在格子边缘了 是能够走出去不吃到伤害的 这点要注意 当然还是会有顺发保底的1点伤害的 而且别小看这1点伤害 我们知道 威武斯王破河也会带有一点伤害 但是呢不吃任何加成 破尔夫人的这段伤害则是可以 我们带上混沌之庸 在敌方破河以后释放砖闹 此时第一段伤害提升到了惊人的2点 一个人就能够顶敖屋加师头2个 那么接着来聊聊新黄的就业 首先毫无疑问 是非常适合加入可可的攻速队的 普攻多段伤害都能够抒发可可砖闹的斩击 短线呢 我们可以用它替换掉原先队伍中恩菲尔的位置 目前暗喻的Boss呢普遍不再是恐惧 全队的普攻攻速加成 收益就远高于恩菲尔的单体加成 更何况还有同样无条件的范围破尔盒 破尔夫人的加入也解决了攻速队轻杂困难的局面 不考虑体系 单走的破尔夫人强度也足够 暗喻方面 人手一只洛克斯的情况下 破尔夫人的普攻加成以及攻速加成 都能够让洛克斯完美吃到 同时呢自身输出也非常高 只有出伤慢的问题 钻到无条件破尔也让他更有竞争力 至于升阶和特训更是优势区间 能够把强度发挥到最大 好技能方面 破尔夫人优先升级必杀 骑士升级普攻 接着呢升级被动一 最后来升级被动二 加索方面 零加索就是完全体 已经足够好用 一加索是比较明显的提升 被动一需要触发的次数减少一次 虽然从伤害提升上来看 只有大概9% 但是呢使用体验会显著提升 轻杂和对单都会更加舒适 三索让被动一的效果再增加25% 进一步的提高了输出和爆发 四索则是让衰减伤害变为了25% 加强了对单 两个加索的提升也都在9%左右 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 合理抽取即可 加索烙印呢是避开的 并且呢推荐升到专三 烙印方面 短线携带混沌之用 或者迷入钟楼 长线可以携带高塔加逆维之材 最后总结一下 霍尔夫人强度非常合格 并且呢就业面很广 操作简单 抽取一只呢 可以有效的提升游戏体验 推荐大家都至少去抽取一只 特别是养老玩家更是强力推荐 谁不喜欢挂机打井 打特性打活动呢